你们就h啦,我最后也许我就把它做成像一个直条图 用那个堆叠直条图 然后最后的话,它预设的形状是这个正方形 可是我觉得这个正方形看起来太锐利了 所以把它改成圆形 这个其实形状都可以做一个变更 那最后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建立一个视讯 那如果你要这个图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截图一下 自动就放在那个Excel,或者这个PowerPoint里面让它呈现出来 那将来如果说你要把它关掉之后再开 它开的方式的话呢,它变成说你如果要在开之前的那个资料的话 那你只要按下那个3D地图,它会出现 所以你直接点开,它就会直接又回到刚刚的那个样子 那如果你要做新的导览的话,那其实就是直接在按新 另外再产生一个新的3D地图 大概是这个新的功能,稍微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要把资料下载下来 那之前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先找到这个连结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一般的做法是这样 先点这个检视资料 然后如果它的编码方式是UTF8的话 你不能直接开,因为直接开的话会乱码 所以我们直接点那个下载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它会放在下载区里面 档案其实还蛮大的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直接开会乱码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里面的从文字里面去找到它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要从文字点击它之后的话 那一样找到刚刚下载的那个档案 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这个动作其实还蛮麻烦的 所以我是建议,比如说我这边找到这个 按汇入就可以了 OK,那因为档案比较大啦 所以它可能要跑的时间比较久一些些 OK 那当然呢,如果你直接开会乱码 可是如果你用汇入功能的话 它有个好处啦 它会自己帮你找到 你这个档案适合的编码方式 那如果它选错了 你可以再把它修正一下 它的编码方式的话 自动找到UTF8 然后你直接汇入就可以 不过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 像Excel2010以前的版本 它用的就没有这个 比如说你用载入的话 它实际上会先帮你建立一个查询 所以你会发现在 右手边这边会出现有个连结 查询 然后这个查询的话 实际上就是Queries 然后在资料再帮你把它放过来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爬虫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录制的 可以把刚刚的动作把它录制下来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新的版本 它录制的这个程式 其实录下来会非常冗长 因为它里面的话基本上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放 可是后来我好像是把它删掉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琐碎了 或者你们可以参考 那个在盘后资讯这边的第三页这里 也就是它录下来的话 它会增加一个物件 叫Queries 也就是它主要抓资料是利用这个叫Queries 其实是连线 OK 它中文翻译 这个翻译的话 其实就是它帮你产生一个连线 这个连线的话 它可以甚至你按右键 可以内容 甚至可以设定什么 设定它多久 自动更新 也就是它这个连线 是可以让你自动一段时间 做连线更新旧资料的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适合我们 另外的话 它下载资料之后 它这个资料会把它当成一个表格 可是一般我们处理资料 不会用表格机 就是Table 通常我们会用范围 所以我比较建议你把汇入资料转换为范围 不然的话 你在处理资料上面 有的时候查资料会出现一些问题 OK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录制下来 你们待会也可以试试看 录下来的程式码 基本上它会 一样先 帮你产生一个queries 然后add 也就建立刚刚一个连线 那这个连线基本上 就是连到刚刚那个网址里面 帮你取的资料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 一个语法 这个我 我猜应该是dx 类似像power query 里面一样的方法 它其实就是在那个power query里面建一个连线 然后呢 一样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空的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边录制的话 它录下来又叫worksheets 其实你这边改成sheets也ok add就新增一个工作表在最左边 ok 那你会发现它是先建一个连线之后 先建一个查询之后 然后再利用这个activesheets 就是这个工作表 物件底下的 有一个叫list objects list objects 其实主要就是做什么 做资料查询 那这边的话它还用一个 所谓的seql语法 有没有 select 所有的栏位 from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点像 把刚刚的查询 暂存在记忆体里面 当成一个资料库 虚拟的资料库 那如果你要取资料的话 你在从那个虚拟资料库里面 下seql语法 把资料抓回来 所以基本上实在是相当的复杂 那后来我是把它稍微改动一下 因为我发现 旧的版本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参考 旧的版本的查询方法 我把它放在云端上面的第几页 第六页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旧的版本 在seql的2013以前的 它不是用querylis的那个物件 它用另外一个物件 叫query tables 我发现 它这个 我这个是以前 seql2010录下来的程式 然后把它稍微精简化之后 我发现新的版本也可以用 而且效率 还有就是说 执行上面 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我就把这个 放在这边当成一个范本 如果各位要下载资料的话 试试看 可以拿这一段 这一段也许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那主要有两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 以后如果你要下载csv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用这个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这个范例 基本上第一个 它的程式很短 第二个它执行效率也相当的不错 再来其实应该也还蛮容易理解的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query tables 其实顾名思义 这个就是query 就是查询表格 tables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说 它主要针对的是 像网页上面的表格 或者是类似 那个表格 类似像csv这种 档案 但是如果你假设要抓 json格式的话 或xml 那跟各位讲 这个程式就不适合 所以这个是适合抓csv的格式 那第二个的话呢 编码方式这个OK 编码方式呢 如果我们常看到UT28的话 那你在这个什么 test file的pattern form 等于后面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65001 这个数字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刚刚不是有做了 什么 资料里面的 从文字斜线csv 我们点它之后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打开之后 它会自动显示出它的编码 在左上角 所以以后假如说 你这个数字不知道 它那个编码对应的 这个数字是什么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点这边看 不过跟各位讲 目前看到99%以上 都只有两种编码方式 要不就UT58 就是65001 要不就是big5 big5的话呢 其实你往下找 应该这边也有 它编码应该在这里 前面叫950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还有别的编码方式 它一定有啦 那你就改一个数字 改一个这个号码 放在哪里呢 这个Penum Phone上面 它就帮你下载的时候呢 用那个正确的编码方式 OK 那这边把它取消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哦 待会我们如果假设 你们可以 试试看 因为那个 新的版本的 这个功能 我是觉得有点琐碎 但你可以录下来 录下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程式码 那或者用比较精简的 那所以第二个方法 我们用Query Table好了 那Query Table这一段程式码 你可以直接把它 从云端上第六页 这个叫台电用电统计下载 Ctrl C 然后直接把它贴到我们的Sub里面 OK 记得就是 反正以后只要程式就把它贴到这个模组 如果你假设你不想要放一起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按右键 模组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那当然你也可以给模组名称 名称这边底下可以改 这边有个Name 你可以把它改成 比如这个是Module 这个是做爬虫用的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打一个爬虫 底线Underline爬虫Enter 那这边就出现了 以后你就知道 这个Module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Module是做什么用的 那就不会是Module123 而是什么Module OK 那这里面的话 你把刚刚的程式贴过来就可以了 主要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网址在哪里 所以理论上以后就把这个 这个TEST分号后面到分号的中间 贴上那个网址 那网址的话其实还蛮好找的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 不过跟各位讲 开放资料有少部分资料 它好像是有保护啊 或者是说做一些 什么要签合签证的动作 所以可能下载这个会出错 如果下载这个出错的话 其实你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下载这个 按右键 复制连结 有的时候 我试过上面这个连结 假如不OK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下载下面这个连结 用复制连结的方法也OK 尤其像台北市政府的资料 就会有这个问题 OK 我先试这个上面好了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贴到我们程式码里面的这个 分号的后面 然后双引号前面 记得不要贴错 另外可能要检查一下 常常上面贴上的网址 很容易出现像这样子 它好像会在前面也帮你加一些空白 所以你一run 发现refresh找不到 你可以检查一下 原来这边会帮你多补一些空白 你把它删掉就OK了 它编码方式刚好是UT28 是65001 OK 那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 它就直接帮我把 它这个资料下载到这个位 叫Distination A1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不想要直接下载在A1的话 那你可以更改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希望 像后面如果说104到111年的全部资料 都要放一起的话 它其实我们可以跑个回圈 就全部下载下来 只是说那个资料会非常庞大 因为光一个年度好像就7、8M的那个资料了 OK 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我先 前面的话其实我就多写了 就是先把旧资料删除 那我们来乱乱看 理论上这样应该OK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最简洁的一个爬松 当然你要爬资料有很多方法 不外乎就是我刚刚讲的 用新版的那个功能 我们录下来的程式 不过那个程式码太冗长了 然后要不就是用旧 就是2010 用那个query tables 它是在active sheet底下 OK 然后增加一个连线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那再把它run一下 我按F8好了 这个先清除旧资料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清掉了 再来的话呢 我就给它一个连结 然后编码方式改动 那这个参数的话 它是因为csb 所以是common 当成是分格符号 没有问题 所以将来如果假设它 不是用分格 逗点分格的话 你可以改 OK 那其实它 录下来的那个原始码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参数 不过因为那些参数 我查了一下 都是预设值就OK 所以我那些参数 都一律把它拿掉 OK 最后把它refresh 那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理论上 不过因为档案蛮大的 所以可能要等一下下 那它就会帮我把 刚刚这些资料 直接就倒到A1 延伸出去 那你会发现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执行我们要的结果 就把它抓取下来了 那当然你如果可以 这个就是111好了 OK 我们就是1 那如果假设 你希望在下载 比如说你再新增一个空白的 那这边下载111 110好了 比如110年度的话 那你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如果110年度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网页 找到111 把它打开 那一样是YouTube吧 所以编码不用改 连结直接怎么样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OK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把它做变更 那变更的话呢 其实只要改这个连结就可以 如果 当你看需不需要再另外再增加一个sub 是for110 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改一下 它的连结 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前 建议先在检查一下这个分号后面 它有没有帮你 放了一些不应该放的空白 有没有像这个就有 如果你像这样的直接执行 它马上会出现错误 你真错的话呢 它会再refresh 所以错误一定都是 refresh 实际上就是去抓 所以前面都是 只是做设定而已 OK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把这个空白拿掉 然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把它重新再跑一下 OK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去找那个110年的资料 然后并且帮我把它放到下面来 OK 因为资料量其实还蛮大 所以可能还是要 跑一点时间 OK 但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说 是不是说可以 自动帮我 把这些资料 因为总共 我希望处理的资料量 可以是全部 104年到111年 当然啦 我想应该已经比刚刚图把链刚来的快 可是如果说将来 你当然是希望说 可不可以自动 帮你完成这些动作 而是直接执行 自动帮你把所有的年份 通通下载到个别的工作表 或者是全部合并在一起 那这个怎么做 也许你们如果 这个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好 好